中国军队不知道如何战斗 因为解放军几十年来没有打过仗 缺乏直接的实战经验 来到公司还收集了一堆的专家作者 让他们写文章 然后将其编译成报告 在过去一年中 兰德公司还是有几份报告 非常理智 总的来说 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见不一 还没有为大陆统一台湾做好准备 还有另一个问题 相对而言 在你跟老布什和克林顿的领导下 早期美国所做的情报工作 工作质量要高得多 比较少用兰德公司的报告 现在在这些兰德之类的分析中心 很少有人从事事来分析 大多数人都从事收集数据 以供五角大楼参考 兰德公司也追求各种目标 它是军工联合体的游说者之一 故意夸大中国威胁号 增加军火订单 在这一切的背后 你需要明白美国 他们的政治团体和他们的媒体中心 天天发泄陈次烂调 很明显美国政治精英注入机 辛格这样的老人 也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不仅仅是在台湾 而是关于一个巨大的全球转型 但是这样清醒的美国人并不多 此外 其他政客天天游说国会议员 要给台湾武器加强对抗 鉴于美国知识和政治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他们真的不了解 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 虽然美元有问题 全球金融体系也有问题 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 唯一的问题是从历史来来看 强大的帝国从来都是从内部灭亡的 比如古罗马等等 美国上层有些人明白这一点 即辛格暗示 他希望当代美国总统能够吸取前人的教训 看来美国还是有着明白人的 但已经老糊涂的拜登和佩洛西等等 也许根本不会在乎 这两人一个必定带领美国走向失败 一个必定导致美国日落西山 好 本期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你 中央台办今天宣布 新一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采取形势惩处措施 终身追责 你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陈斌 这是中国大陆加深 加大反毒促统力度的最新动作 新一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 有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萧美琴 她是佩洛西窜台的推动者 有台湾地区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 顾立雄 她是台湾负责购买美国军火的头目 按美国旨意挥霍台湾难税人的钱 还有接待佩洛西窜访 台湾立法机构的台副负责 人才气昌 其他几位都是极力勾连外部势力 以外谋独 蓄意挑动两岸对立的死因台独分子 在佩洛西窜台期间表现尤为 恶劣 所以大陆方面予以制裁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在去年11月 中央台办就宣布了首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包括吴钊燮 苏振昌 游锡昆 现在新一批清单人数更多 表明中国大陆对反独促统的力度更大 要切实把台独分子的以美谋独和美国的以台制华给斩断 打断美台勾连 显然是反独的关键一招 对台独顽固分子的制裁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禁止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 澳门 二是限制其关联机构与中国大陆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合作 不许其背后的金主 在中国大陆牟利 三是对其采取必要的形式惩戒措施 终生追责 这不仅意味着要对其个人加以制裁 还要打掉其背后的金主 设法把台独顽固分子斩草出根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终身追责 这意味着中国将加快国家统一步伐 现在把台独顽固分子的账记录在案 通过国际形式司法协助 将台独分子缉拿归案 或者在国家统一后算总账进行系统清算 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对台独势力必将起到震慑作用 一些台企也不敢再去对有台独倾向的人 给予资金支持 但台湾岛内人士也有一种看法 担心制裁会有反效果 台独分子在选举中可能会占便宜 你怎么回应这种看法 特约评论原成 并公布台独清单 从去年11月才开始 台湾地区此后没有进行过一次选举 所以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只是一种猜测 台湾地区采取的是选举制 要在选举中获胜 比拼的事前是背后金主的支持力 这是选举制无法克服的软肋 所以由选举制就是金钱政治 一说中国大陆对台独顽固分子的制裁 不仅制裁其本人和家属 还要制裁其背后的金 而台湾企业对大陆市场的遗存度极高 台企要是支持台独分子 那别想与大陆做生意了 也就难以生存和发展 还有支持台独的台企 也将被终生追责 所以说别看一些上了清单的台独分子 自垂以此为荣 实际上他们心里勾忐忑的 大陆这一策略坚持下去 必将对台独有较大的杀伤力 后续效应会慢慢展示出来 我们再看 一个例子 过去每逢蔡英文遭中国大陆打压 她的民调支持率经常上升 但这次佩洛西窜台 在中国大陆的强力制裁下 效果出来了 蔡英文的支持率比上月下错期 三个百分点 为什么因为台湾民众切身感到 台独路线带不来安全 只有风险 美台勾连的所有代价 都得由台湾民众承担 而政客们却花里胡哨地表演一番后 就离场了 对这样的领导 谁敢支持 在刚发布的新版台湾问题 白皮书中明确指出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 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 必须清除的仗 意味着大陆方面与民进党当局的斗争 进入新阶段 看看公布的两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及制裁的台独机构 几乎全是民进党的骨干 还有后续清单 台独分裂分子 胆敢以身试法 必将遭受严厉惩惩 台当局态度变了 赖清德声称 不与大陆搞对抗 呼吁处理两岸问题 并刨出四个条件 目前解放军在台海 持续多天的军事行动 已经暂时告一 但常态化战备进行业 随之而来 斩去部队将紧盯台海形势变化 持续开展练兵备战 从结果来看 这次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 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方面即展现了 我们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 镇射了某些妄图干涉中国内政的消息 另一方面 也有效打击了党内台独分子嚣张企业 更让其明白美国所谓的支持 不过是嘴上说的 民进党当局 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 另外国台办公布的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也再次明确释放 我们必将遏制台独 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 统一白皮书还特别提到 民进党是祖国统一路上 必须清除的障碍 这等于是间接敲响了民进党的丧 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祖国大陆的坚定决心 近日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当局所谓的二号人物赖清德 在会见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访问团时 就台海局势展开了讨论 赖清虽然叫嚣着不会对祖国大陆屈服 但他同时明确表示 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另外 赖清德还强调 民进党当局会坚持在和平对比 民主对话的四点原则之下 来处理当前所面临的两岸问题 同时呼吁所谓的民主阵营 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首先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赖清德此前这样一个张口 闭口叫海的台独的声誉 现如今对于两岸议题的说法 明显反复了不少 没有再意味地炒作两岸对抗 这也恰恰说明祖国大陆对他们的警告 还是起到一定的效果 其次 赖清德呼吁处理两岸未来 明显就是想要解决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 说的更直白点 也就是想要让台海局势恢复到佩鲁西串台之前 但显然这就是痴心妄想台海新常态正在 逐步建立台湾回归 正逐渐进入成熟阶段 蔡越西挑战红线 执意窜访台湾地区已经构成既定式事实 民进党当局却还想回到之前 这根本不可能 最后赖清德提 说的四个原则 也就是四个所谓的条件 更是白日做梦 所谓的和平民主就不说了 纯粹是忽悠人的东西 他提出的对等对话 其实是想要跟大陆通过对话 处理当前的两岸问题 但所谓的平等 其实再次暴露了 其想要谋独的狼子野心 台湾地区 作为中国的孤有领土 一个省份 乃新德故意强调所谓的平等 就深刻说明了 其依然不肯放弃台独 因此 总结来看 民进党当局 在祖国大陆一套组合拳的警告下 确实是耸了 但其妄图谋图的底色 根本没有一点变化 总之 在统一白皮书中 我们明确指出 民进党是推动和平统一 必须清除的障碍